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解释过一个概念 维稳各地方的政法委呢 他一定是向上级要钱的 要经费 要经费的理由 他一定是有需要维稳的项目 越出事 要的钱就要越多 要的钱越多 当官分钱的机会也就越多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所以胡锦涛在所谓和谐维稳的概念当中呢 让整个原来的血战帮的钻了一个大空 那有朋友也怀疑 也提到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涛哥 你前面解释过了 很多媒体在讲说 周永康已经没有实权了 没错 在中央的层面 在最上层的层面 他没有实权了 但是他有他一帮的人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记得陈光诚已经来到美国领馆了 已经有那样的过程的时候 而东施古村本身的过程呢 那样的状况并没有解除 并没有完全真正的解除 为什么 当地的政法委的那么多人要吃饭 要挣钱 要把钱给弄出来 必须要靠时间 一天一天有事干 所以面对着坐着那吃喝嫖赌抽 就能挣的钱 谁愿意离开啊 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 是被党的体制 把人性扼杀之后的表现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作为李旺阳所在的一个市 现地方 他的政法委系统 对应着周永康来讲 那是很地方了 给下面下一个命 上级指示把它干掉 口头的就行了 爹他不敢干 干了之后拿个一千万 拿个钱就拿走了嘛 那要不然维稳费怎么花呀 对吧 在体制内呢 在生意厂呢 赚钱呢 扎不扎不 不用说就是工人工厂 咱小组里弄点什么奖金 不得出个名头啊 没名头你怎么挣钱啊 得明白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胡锦涛最臭的地方 老低着头算计那毛八七的事 算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你低头算计吧 你低头的时候 别人拿着刀从后脖梗子 咔嚓就把你脑袋切了 今天网上有另外一篇文章 林和立比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直接讲说你胡锦涛要为李旺阳负责任 你自己就吃挂闹 林和立这篇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胡锦涛与周永康要负全责 文章讲说胡锦涛和周永康应该对六四铁汉李旺阳惨死的冤案负主要责任 假如六四的屠夫是邓小平 那到02年上台的胡锦涛以及主管公检法的周永康 要为这十年来迫害要求平反六四与呼吁政改的异议人士的写债负责 林和立接着是这么讲的 很多国内外的维权组织和媒体评论界都把李旺阳本身的被自杀的责任 归咎于当地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干部和基层的政法委系统 主要的论点是地方官员为了多拿到上千万的人民币一年的维稳费 同时因为要维持和谐的假象以谋取升官 包括陈光诚的案子这是非常清楚的 紧接着他就提到说稍微了解中共运作的人都知道 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之前 中共大员对地方的维稳情况可以一目了然的 他说列如中共各种内参对基层反党与搞事的案例 都报道的非常详尽 他说很多所谓的地方的黑社会式的这种公安残害 迫害维权人士的惨案 根本上说都是中共政法委最高层下命令执行的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之胜和陈光诚 处理他们以及他们家属的具体的案子都是由各省的政法委书记拍板 然后通报给周永康的 周永康实际是透过西藏在2008年的当时的情况 大开杀戒保住了他自己稳定的地盘 一直到2011年2012年维稳费超过了军费 大幅度超过了军费 大家想想底下各个政法委系统的官员 抱着周永康的腿就能挣钱 靠打人 靠骂街 靠杀戮 靠抢东西 靠八房子 干这种事情反而去挣钱 从国家直接拨下来的款项超过了军费 谁不愿意挣这个钱呢 在这个社会当中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拿 还能挣外快 谁不挣谁是傻的 傻的直流鼻腾 对吧 社会的体制是这么败落的 而周永康的第二中央的巩固 可以在后来跟你胡歌抗衡 也是在你胡歌维稳的体制之下 和谐的民意之下 直接坐死你的 一直到后来 对习近平的阴谋诡计 两年之后 做掉习近平 同样是在你胡歌和谐的 维稳的说法之下 做到了 所以你今天 才这么糊涂的话 这就是我提到的 你胡锦涛软蛋 真是个胡歌 糊了糊涂的胡歌 文章还提到说 至于李铁汉的惨死 是中共党内各派系 斗争结果的说法 在零和力看来是不成立的 六四屠成之后 中共各个山头 无论是上海帮 太子党 共青团 都有高度的共识 就是要尽一切手段 巩固中共 作为永久执政党的地位 那这个看法 我个人认为 它也是成立的 它确实是成立的 但是 从今年的变化的过程来讲 应该认清 这样的想法是错了 这样的想法 就是今年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正是突破了这种想法 所以在林和力看来 所谓当初的胡文新政 实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 与政治局常委时 一向支持周永康 倡导铁腕维稳政策 这就是你背屎盆子 但是今天这个时候 这时候玩真的时候 你就不能糊涂车了 林和力 如此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同样认为 你跟周永康实际是一起的 那政法委做的 所有这些邪恶的事情 你逃脱不了责任 你今天在现今的场面的时候 你缩手缩脚 最后屎盆子一定在你身上 但是呢 未来会什么呢 真的中共能够 共产党能够永久于天下吗 你再想想 从王立军到现在 你一直想盖住盖住盖住 盖得住吗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今天到处都是窟窿 中国是筛子 人说铁板一块 我说是铁丝 都是筛子 你把十个手指头 十个脚指头 都用上摁窟窿 实在不成 你把舌头都用上 我跟你说 照样给你撑筛子 这就是现今的场面 你不信 你不信周永康在另外一地方玩的更绝 就是重庆 台湾有媒体呢 到重庆双桥这个地方呢 去实地的勘察呢 他认为呢 非常紧张 进而写了一篇当地的实景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满街的武警公安 重庆双桥宛若死成 文章讲说 这么多武警公安 双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一位姓杜的重庆人 从市区开车到双桥 由大油公路分叉 进入了双桥的路口之后 他立刻感到不寻常的气氛 多辆警车停在路边 插道口的小山坡上 站着十多个警察 实名公安组成一个小队 手持盾牌 在街上巡逻 这是我们讲说 从薄熙来事情发生之后 整个这个地方一直有动荡 一直不安定 我一直提到一个说法 作为这些人 两个区合并 本身给相对另外一个区 经济上带来冲突 带来一些不安 这种事情并不是马上可以显现出来的 但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人 能够持续出来 对整个当地的稳定 实际压力 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是我一直提到的一个说法 经过中共高层这么大的动荡来讲 我相信从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来讲 他不希望地方有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 一定是希望地方有事情 这一定是对等的 有事情 就可以把上面的事情 作为缓解来处理 作为缓解 或者是一个缓冲 我们看问题 一定是这么看的 文章接着讲说 车子在镇上接着开 迎面来了几十辆油警车 小货车和大巴士组成的车队 核枪实弹的武警 分站在小货车的两侧 犀利的目光 盯着两边的动静 车队不断扩大 车上面的大喇叭这么说 市民朋友们 我们是武警的子弟兵 我们来双桥 是来保护你们的 请大家不要居众闹事 不要听信谣言 我们是武警子弟兵 我们来保护你们 那老百姓没受威胁 是老百姓自个上街的 那你到底保护谁啊 这被保护的是谁啊 那暴徒又是谁啊 说话中文不好好学 说出来的话想糊弄别人 一睁眼一看就是瞎话 这就是我说的 上头没东西了 上头只剩枪和欺骗了 什么都没了 文章接着讲说 这两天整个市区呢 安静的出奇 百业萧条宛若死成 那市场边的摊贩和餐馆 虽然照常营业 但几乎没有任何人 有一位餐馆的老板说 前两天打得非常厉害 那商店都关门歇业了 但是医院的生意可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至于问死没死人呢 我们看报道当中呢 说死了五个人 那老板说呢 听说 大家记得我另外一个节目 据说国内很流行 听说 听说是死人了 听说这个 听说那个 报纸上报的都是假的 听说都是真的 真到什么程度呢 真到我们自己 也是那31岁北京小伙子唱的 听说里面的主角之一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 这就是我提到的 胡锦涛你糊涂车子 你糊涂车子 你就替血债帮背黑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